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或者说言 或者自己的一些动作对胎儿产生一些良心的刺激 或者促进胎儿更好的健康的发育的这些措施都是一个胎教 那么时间上来讲呢 一般是20周以后 因为20周以后呢 胎儿对外界的这种反应 或者说对外界信息的接收可能会比较好 那么这种刺激是一个好的刺激的话呢 那么它的反应反射各方面可以促进它一个良好的一个发育 或者说形成一个良心的刺激 促进它健康的发育成长 所以像这种胎教呢 现在比较多 胎教呢 一般来讲啊 我们都是要用比较多 那么这种反应的状态 那是可以的 让他们要用比较多 就像这种状态一样的发育成 冻撞下来调子 在已经赢了赢了 并且找出淡车眼吧 为了摆脚的尖装